今天来自制虾片 一次多做一些储存起来 可以当做平时的休闲小零食 先虾仁260克 加2克盐 2片姜 150克清水 把虾打成泥 尽量打细腻一些 打好的虾泥分成三份 平均门分135克 准备一小把菠菜 一根胡萝卜切成段 分别放泼皮机里 加100克清水打成汁 打好的用啥不过滤一遍 胡萝卜汁和菠菜汁 主要用来上色 我这里打的有点多 没用完 大家可以稍打一些 同样把菠菜也打成汁 过滤 然后往其中一份虾泥里 加220克木薯粉 35克菠菜汁 搅匀 再下手和成团 多和一会儿 这样上色均匀一些 放着备用 第二份虾泥 也加220克木薯粉 35克胡萝卜汁 搅匀 也活成光滑的团 最后一份做成原色 只要加130克木薯粉就可以了 同样活成团 三种颜色都做好以后 都搓成粗细均匀的条 长度20厘米左右 从中间切成两半 方便下锅 提前准备一锅开水 一个一个下进去 轻轻拨动防止粘锅底 用大火煮25分钟就可以了 足够时间捞出来控水 稍微降完以后 摆开放在容易通风的架子上 然后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风干8个小时 不能暴晒 不让后面不好切片 风干以后 沉点点硬邦邦 比较紧实 再切成薄片 就算切得薄一些 把薄片放在波及 或者大一点的容器上 摊开 方便晾晒 放在太阳下 晒一个太阳就可以了 我们的虾片就做好了 做好用保鲜袋密封起来 常温保存 想吃的时候随之拿出来做 油温6-7成热 一次少放点虾片 很快就蓬松起来 炸10秒左右 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个过程有点治愈 解压的同时 又有零食可以吃 石头美食 今天美食 我是石头 喜欢的朋友 记得关注石头